第三百三十九集 世间自在王府? 这小子怎么这么多的宝贝? 甚至连玷慕天君的转世之身都在他的身边。 那雷豹之城的气灵,精雷仙女已经归附了玷慕天君。 玷慕天君虽然现在法力弱小,但是修为恢复是迟早的事情。 传闻在古代时代,他就是窃取了一丝命运的人,在诸多强大的天君之中,都是极其厉害的人物。 人黄比听见了方寒的声音,也看到了黄泉土,早知道是方寒,也不惊讶。 但是却惊讶那世间自在王佛的虚影。 他这种级别的远古存在,十分的古老,已经活了数十万年,对于远古一些人物心中十分的清楚。 世间自在王佛是和洪蒙道人一个级别的存在,他遗留下来的每件东西都具有惊天动地的威能。 而且,殿母天君方清学,他也是知道的。 天妃乌魔的大局都数是厉害,但是在世间自在王佛的虚影面前,也等于是遇到了克星。 再说了,天妃乌魔实力大将,现在的实力不及全胜时候的百分之一。 事不过三,方寒,你三次遇到我,可见是有缘分。 神足入侵我玄黄大世界,我人皇比,则无旁贷。 殿母天君,现在暴雷之城已经和你会合,你们一起帮助我重新镇压天妃乌魔的这个分身。 天妃乌魔一共有九大分身,现在这一个是他最重要的一个。 要是他九大分身合一,那恐怕无人能够克制。 人皇比身体一摆,巨大的笔身在空中写了一个令字。 这令字一出,立刻虚空之中传达了一片积极如绿令的声音,到处都是积极如绿令。 那巨大的令字镇压向天妃乌魔暴击而下,顿时之间,天妃乌魔的头发又被他削掉了一根。 打立令书?天妃乌魔反掌一劈,脸蛋依旧是埋藏在头发之中,双手结成了一个手印,如鲜花绽放,上面一朵朵的曼陀罗花绽放了出来。 每尊曼陀罗花之中,端坐着一尊紫金色的古佛,这些古老的神族,吟唱出了可怕的咒语。 阿努加洛汉天神咒。 这些咒语一出来,顿时之间就把人黄笔的攻势抵挡住,随后,这天妃乌魔身体一动,嘴里轻轻地念叨出了四个字。 诸神创世。 鸿蒙道人,修炼了鸿蒙天道,我神族的始祖圣王,也参悟出了可以媲美大命运术的存在。 那就是诸神创世。 诸神掌控世间,诸神主宰一切,诸神说的语言极为真理,诸神说存在的极灰不朽。 每一道声音都穿金烈石撕裂大海,粉碎大地。 但是,就在他发动诸神创世的一刻,整个空间剧烈地颤抖起来,所有的城池,汪洋大海都在缩小,让他的攻击都化为乌游。 四面八方的虚空之中,不知道多少雷霆破空传递了出来,都朝着雷暴之城浓缩。 原来是产男男这个小女孩汽灵开始收缩他的本体,他的本体雷暴之城,才是真正的力量恢弘。 这狂雷绝狱之中的雷霆,就是这雷暴之城在借助末日分场大世界的真词阴阳地理之力,在发挥作用。 空间不停地塌陷着,最后,这尊巨大的城池,由歇灵雷石组成的城池,缩小成了一座小城,悬浮在方清雪的头顶,和方清雪的不死之身精气,合二为一。 小妹妹,既然是我师姐的女儿,我就送你些些面礼,纯阳丹药,助我一臂之力,未养七零。 在这一下的蜕变之中,方寒毫不吝啬,直接调动了黄泉图中的百亿丹药,打入了雷暴之城中,给那个小女孩吞吃。 哎呀,足足百亿纯阳丹药传递过来,那小女孩也震惊着呆滞了。 妈妈,你这个师弟是什么人呢?怎么这么多的纯阳丹药?他才是不死之身,为什么能够拥有这么多? 叫叔叔,方寒叔叔。 以后,你要想听妈妈的话一般,听方寒叔叔的话。 方清雪的身体和雷暴之城结合,力量再次攀升,体内发生的蜕变,身体的血肉被磅礴的雷霆之力充塞。 尤其是那契陵产男吞下了百亿纯阳丹之后,雷暴之城的许多力量都被激发了出来,许许多多远古的记忆对于雷霆的理解都渗透到了方清雪的圆灵之中。 尤其是这雷暴之城的绝品道气,乃是方清雪亲自炼制的。 现在,一下融入自己的身体和血肉结合,等于是重新把远古炼制时候的场面再次回忆了一遍。 这对于修行的好处简直是太大了。 逆波波的空间震大,从方清雪的身体上激发了出来。 她的身体上空间变幻,皮肤晶莹透明,似乎是水晶一般,整个人忽然在空间之中消失。 随后,在无穷个平行空间之中,都出现了她的影子。 领悟了空间法则,方寒心头一震,方清雪居然在此时此刻领悟了空间法则,踏入长生秘境第三重,动天境的境界。 唱听网,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,你的唱听别样精彩,3w.t85.com 拥有了雷暴之城,方清雪的实力暴涨已经超越了方寒。 不愧是殿母天君,收取了雷暴之城以后,居然一下领悟空间法则。 看来不出万年,只要不遭遇结束,她就有可能恢复当年的实力。 人皇比一面死死地压制住天飞物魔,一面密切注意方清雪的动静。 主神掌控世间,主神主宰一介,违背主神命令的人必要遭到主神的唾弃。 天飞乌魔突然发出猛招,震开了人皇比的封锁,对着方清雪一招击杀而出。 在她的掌风之中,无数的虚空被打开,魔气狂勇,凝聚成了一尊尊强大的天魔王,朝着方清雪击杀而来。 这些大天魔王不是虚影,而是真正的天魔王。 一些是被天飞乌魔从虚空之中各个一度空间中召唤而来,还有一些是天飞乌魔用魔气制造出来的。 主神造魔?方清雪身体一震,爆雷之城上面,亿万雷霆狂口,足足不知道多少照雷霆击射出来,顿时就把这些天魔王彻底毁灭。 天魔就是神族制造出来的,神族之中的强横存在,可以直接抽取虚空中的各种阴迹,制造天魔,甚至天魔王,然后成千上万的天魔王自爆。 天魔解体什么都要被炸死。 我看你能毁灭我多少天魔啊,主神造魔,无穷无尽。 天飞乌魔的声音继续传递出来,更多的魔头从虚空中蹦射出来。 随后,方寒、方清雪的周围,全部都是前赴后继的天魔王,不停地自爆。 竟然是上下左右,全都是天魔解体的威能。 宿命的力量,主宰诸神,诸神的国度,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束缚。 方清雪突然吟唱起来,雷暴之城中顿时射出了小宿命树的影,那些天魔王纷纷瓦解。 这一道光线,不受任何的阻碍,直接击视到了天飞乌魔的身上。 命运的力量,这是命运的力量。 不是,不可能,你是垫顾天军,仙界最强大的几位天军之一,违背了造化先王的意愿,窃取了命运的人。 我记住你了,我回到神族,会派人来抓捕你的,我不能让仙界重新把你抓捕回去。 天飞乌魔的神念十分惊讶,但是小宿命树却没有对他造成伤害。 你还想回到徐神界,这是不可能的。 人皇比纵横绘制,比与风交织,成了天罗帝王,竟然有一些好像玲珑仙尊的玲珑大罗天的棋盘,再次把天飞乌魔的几根头发斩断。 嫩嫩,我们一起出手,配合人皇比,你吞服了百亿丹药,现在可以把雷宝之城中的种种大阵彻底催动起来。 来吧,展现出我为你炼制的不朽古雷炮。 瞬息之间,在雷宝之城的中央,一尊巨大而古老的青铜颜色巨炮显现出来。 这青铜颜色的巨炮,上面雕刻着古老的花纹,就如同轮回之盘一样神秘,而且不是虚影,是实实在在的存在。 这就是不朽古雷炮。 乃是和轮回之盘一样的杀手键,催动一下,要消耗无穷的纯阳元气。 这尊青铜颜色的古老巨炮一显现出来,顿时之间,茫茫虚空,天地虚无之中的所有雷霆,原词真气都疯狂的凝聚起来。 千百万兆的平行空间之中,力量在颤抖,在震荡。 这不朽古雷炮出来的一刻,天飞乌魔都变了颜色。 在天飞乌魔变了颜色的同时,那不朽古雷炮狂吼一声,一到长达不知道几百万里,精明地可以把不死之身的眼睛都刺瞎得粗大金光,爆射出来。 这一刹那,方寒都看不到任何存在,眼睛中白茫茫一片, 他的眼睛乃是魔眼可以看穿一切真实虚幻,但是在这一刻,都被光芒刺得完全失明。 可见,这不朽古雷炮的力量简直是无与伦比。 厉害,厉害啊,不朽古雷炮。 可惜,要是有千亿纯阳丹,直接燃烧,那威力更大。 白茫的威力,才能够催动一小部分。 绝品盗器的杀手锏,要依照纯阳丹,才能够真正的毁灭诸天。 可以直接把长生七种以下的高手,直接毁灭。 当初,灵弓仙尊也是这样,用蓄弥金山,震似太玉天的。 风摇光在这一刻,也激动了起来。 不朽古雷炮的威力和轮回之盘都不相上下, 而方寒,现在燃烧百亿纯阳丹药,是轮回之盘的一个虚影, 和真正显现出威力的不朽古雷炮,根本不能相比。 足可以贯穿天地,穿透一个世界的古雷炮光, 洞穿向天飞乌魔,直接就轰击到这个天飞的三千丈头发之上。 刹那之间,天飞乌魔的头发根根断裂。 三千丈的白发,每根白发都蕴含着一个小小的世界, 力量坚韧强横,就算是上品倒气也不一定能够摧毁, 但是现在却断裂了。 天飞乌魔在这一刻发出凄厉的叫喊, 头发,我的头发,我的头发居然损失了这么多, 简直是奇痴大乳, 蝶木天军,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 若是你实力恢复了,我还忌惮你三分, 但是今天,你就算领悟了空间法则, 也远远不会是我的对手。 这一刻,天飞乌魔显现出了强横的势力, 头发虽然断裂,但是他的身体却没有被不朽骨雷炮所冻穿。 主神国度! 在他的运转之下,一个数大的世界, 足足有数十万里的世界, 蒙罩了过来。 在这个世界之中,到处都是一尊尊的强大神族, 高耸入云端, 每尊神族都散发出统治的气息, 双手截出了奇怪的印诀, 令人看到就不由自主地想要臣服。 小心, 这是大统之书, 三千大道, 极其高深, 神族秘诀, 风摇光健壮, 长笑一声。 方寒, 再给我两百亿纯羊丹, 我要洞穿天飞雾魔的世界。 这一刻, 方心血梅雨飞扬, 意气风发。 方寒早准备, 丝毫不停留, 又把两百亿丹药狠狠地轰击进了雷暴之城中, 被七灵产男男一口就吞了, 随后, 那城池中央巨大的不朽骨雷炮变得更为粗大, 更多的雷霆之力, 不知道多少阵法都凝聚成形, 再次一炮轰击而出。 天地之间瞬息变了颜色, 全部都是金光的世界, 一层一层的平行空间崩塌着, 瓦解着, 化为了雷暴之气, 在天飞乌魔的诸神国度世界之中, 不停地炸开, 一寸寸的神像, 在不朽骨雷炮之下, 纷纷崩溃。 我看你有多少垂扬灯, 天飞乌魔的声音, 在世界之中滚滚散散, 那被炸开的世界又纷纷恢复起来。 就在这一时, 仁黄笔也出现在了诸神国度的世界之中, 打笔一挥, 他居然书写了一篇华美的文章, 这文章苍静古朴, 文字玄奥, 如同一个个的蝌蚪在游蚁, 这是上古天书蝌蚪文。 方寒苦读了无极星空的诸世界之中, 有一些蝌蚪文的隐隐约约, 他认识了出来, 这华美的文章之中是什么文字? 是人道教化之篇章, 在这些篇章之中, 蕴含了上古人道教化, 亿万上古子民明觉而成的大义, 道德、秩序、仁爱。 这篇华美的文字, 一下融入了诸神国度之中, 顿时, 天飞无魔的世界, 遭到了严重的损害, 几十万里的世界之中, 衍生出的火山、地震、 雷霆、飓风, 好像末日坟场一般, 到达了寿命的尽头。 今天, 我就放你们一马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 天飞无魔的声音突然前所未有的冷静, 他的世界急剧浓缩, 刹那之间就浓缩成了一个弹丸, 竟然把人黄笔都排挤了出去, 然后凭空一个跳跃, 和他的身体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天飞无魔居然消失了。 可惜, 此女神通太大, 一旦逃跑, 我就再也镇压不了他。 人黄笔看着天飞无魔消失的地点, 并没有去追赶。 方兴雪也收了不朽骨雷炮, 身体一动, 连连抓射, 一根根的白发, 全部都被他抓到了手上。 这些, 是天飞无魔被轰击掉的头发, 每一根都蕴含极强的力量, 是炼制盗气的极好材料。 前辈, 就向着天飞无魔逃走了, 方寒从黄泉途中飞了出来, 打亮了四周的情景, 他看到了, 这是末日坟场的地底, 一眼望去, 一座座的原池山峰, 耸立在大地深处, 强烈的瓷器和虚空之中的阴阳之力, 产生了雷暴。 而刚才的雷暴之城, 就处在这些原池山峰的中央, 借助末日坟场大世界的瓷吉, 催生力量, 使得这些狂雷绝狱中的雷霆更为威猛。 现在, 雷暴之城一下消失, 这里的雷霆就减弱了许多。 这天飞无魔虽然是一个分身, 但是力量还在我之上啊, 人皇币看了方寒一眼, 摇摇头, 天飞无魔的九大分身都极其厉害, 挥许多三千大盗, 他能从鸿蒙道人手中逃脱, 实力可见一斑, 不过, 仅仅一个分身和我大战要分出胜负来, 最少都需要数月的时间, 他要逃走是轻而易举的事情, 但是他想恋化我, 所以才持续了这么久, 上次狠天神皇的小家伙到达地底, 让这天飞无魔挣脱了封印。 神族入侵玄黄大世界在即, 不知道前辈能否帮助晚辈吧? 晚辈身上有世界之书的幼苗, 已经被神族得知, 恐怕以后再劫难逃。 方寒终于把话说到了点子上, 你是想招揽我, 人慌比眼神一扫, 一下就看穿了方寒的想法。 听众朋友, 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339集,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,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